在小程序的配置文件app.json里面的window的配置选项里面 之前我们已经把这个enable pulldown refresh的值设计成了true 表示启动页面的这个下拉刷新的功能 具体在页面上下拉刷新要做的事我们可以把它放在页面的 on pulldown refresh这个函数里面去做 打开index这个页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添加一个 on pulldown refresh这个函数 这里先简单的在控制台上面输出一个页面下拉刷新 在真正应用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在这里去到后端服务那里面去拉取最新的数据 然后呢去把更新之后的数据再放到页面的数据里面 这样的试图会重新的被渲染 显示更新之后的这些数据 滚动到页面的底部以后会执行on reach bottom 添加一个on reach bottom这个函数 输出一个页面到底了 在滚动页面的时候会执行on page scroll 这个方法有一个对象参数这里我们可以叫它 Calculations 在控制台上面我们再输出这个参数的值 下面呢我们可以在页面上再去添加一张图片 打开这个github仓库 0号images 微信 App 把这里面的这个landscape.png 下载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可以把它放在ss的下面 这里我们可以新建一个目录名字叫images 然后再把下载的图像放在这个目录的下面 再打开index页面的视图文件 先添加一个view组件 里面再包装一个image组件 它可以去显示图像 里面先添加一个isrc属性 去指定一下要显示的那个图像的位置 这里呢就是 ss images 下面的landscape.png 下面我们在这个view组件上面再去添加一个类 名字叫它image 再打开小程序的样式文件 这里我们可以先去添加一个image类 去设置一下image这个类的image这个子组件的样式 我可以把这个width属性的值设置成100% 这个container的样式我们可以再去修改一下 把height的值修改成80vh 下面我们可以到微信的开发者工具呢再去预览一下 向下拉动页面会触发执行页面上面的unput downrefresh 在控制台上面你可以看到会输出一个下拉刷新页面 然后我们可以向下滚动页面 这样会执行页面的unpage scroll 这个函数的参数是一个对象 它里面有一个scroll top 它表示的就是页面垂直已经滚动的那个距离 这个值的单位是px 就是像素 滚动到页面最底部的时候会执行页面上面的unreach bottom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控制台上面会输出一个页面到底了 下面我们可以去再把这个image页面上面的这个图像 放在invent这个页面上 再回到开发者工具 我们可以预览一下 Residentech面上 nten ž 里击 两 镀 两 马 将 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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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